林书豪可能为中国国家队出战 或可帮中国南岚取得更好成绩 对于林书豪这个名字 相信我们大部分中国球迷都非常熟悉了 曾经的一波林疯狂 林书豪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 街头小巷都有着他的传说 今天北京首钢南岚为林书豪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林书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将来有可能会为中国国家队出战 这件事自己也是一直在考虑 但是目前自己的重心是先打好这个赛季的比赛 从林书豪的言辞中 我们可以看出 林书豪并不排斥加入中国南岚国家队 只是目前各种相关的因素太多 而且林书豪这几年饱受伤病困扰 而这也是一个难以预料的风险 如果林书豪能够加入中国南岚 相信中国南岚的实力也会得到提升 从而打出更好的成绩